《诗诗记》第十三章 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写线 对他说 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 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 所以你当谨慎 清酒浓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结之物也不可吃 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 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 做拿西尔人 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非利式人的手 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 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 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 甚是可畏 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 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 却对我说 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 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结之物也不可吃 因为这孩子从处胎一直到死 必归神做拿西尔人 玛罗亚就祈求耶和华说 主啊 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 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 神应允玛罗亚的话 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 神的使者又到他那里 她丈夫玛罗亚却没有同他在一处 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 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 又向我显现 玛罗亚起来 跟随他的妻 来到那人面前 对他说 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 是我 愿你的话应验 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 他后来当怎样呢 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 他都当谨慎 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 清酒浓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结之物也不可吃 凡我所吩咐的 他都当遵守 求你容我们款留你 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 你虽然款留我 我却不吃你的食物 你若预备繁祭 就当献与耶和华 原来玛罗亚不知道 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玛罗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 请将你的名告诉我 到你话应验的时候 我们好尊敬你 你何必问我的名 我名是奇妙的 玛罗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 在磐石上陷于耶和华 使者行奇妙的事 玛罗亚和他的妻观看 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 耶和华的使者 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 玛罗亚和他的妻看见 就俯伏于地 耶和华的使者 不再向玛罗亚和他的妻显现 玛罗亚才知道 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玛罗亚对他的妻说 我们必要死 因为看见了神 耶和华若要杀我们 必不从我们手里 收纳凡计和素祭 并不将这一切事 指示我们 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 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参孙 孩子长大 耶和华赐福予他 在马哈尼诞 就是索拉和乙石桃中间 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 第十四章 参孙下到廷拿 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 是非力士人的女儿 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 我在廷拿看见一个女子 是非力士人的女儿 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 在你弟兄的女儿中 或在本国的名中 岂没有一个女子 何致你 娶在未受割离的 非力士人中娶妻呢 愿你给我娶那女子 应我喜悦她 她的父母却不知道 这事是出于耶和华 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力士人 那时 非力士人挟制以色列人 参孙跟他父母下廷拿去 到了廷拿的葡萄园 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他虽然手无器械 却将狮子撕裂 如同撕裂山羊膏一样 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 三孙下去与女子说话 就喜悦他 过了些日子 再下去要娶那女子 转向道旁要看死尸 见有一群疯子和蜜 在死尸之内 就用手取蜜 且吃且走 到了父母那里 给他父母 他们也吃了 只是没有告诉这蜜 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 他父亲下去见女子 参孙在那里设摆炎炎 因为向来少年人 都有这个规矩 众人看见参孙 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 参孙对他们说 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 你们在七日炎炎之内 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 我就给你们三十件礼仪 三十套衣裳 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 你们就给我三十件礼仪 三十套衣裳 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 吃的从吃者出来 甜的从强者出来 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 到第七天 他们对参孙的妻说 你狂虹你丈夫 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 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富家 你们请了我们来 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 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提哭 你是恨我不是爱我 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 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 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 岂可告诉你呢 七日炎炎之内 他在丈夫面前提哭 到第七天逼着他 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七 他七就告诉本国的人 到第七天 日头未落以前 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 有什么比蜜还甜呢 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 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毒根地 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他就下到雅实基伦 击杀了三十个人 夺了他们的衣裳 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 参孙发怒 就上富家去了 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 就是做过他朋友的 第十五章 过了些日子 到割麦子的时候 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 去看他的妻说 我要进内室 见我的妻 他岳父不容他进去 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 因此我向他给了你的陪伴 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 你可也去来代替他吧 这回我加害于非力士人 不算有罪 于是参孙却捉了三百只狐狸 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地捆上 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 点着火把就放狐狸 进入非力士人站着的盒架 将堆积的盒捆和卫哥的盒架 并橄榄园尽都烧了 非力士人说 这事是谁做的呢 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 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 给了他的陪伴 于是非力士人上去 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 参孙对非力士人说 你们既然这样行 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 参孙就大大急杀他们 连腿带腰都砍断了 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盘的血内 非力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 不散在利息 犹大人说 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 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 他向我们怎样行 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 于是有三千犹大人 下到以坦盘的血内 对参孙说 非力士人挟制我们 你不知道吗 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向我怎样行 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 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 将你交在非力士人手中 你们要向我启示 应成你们自己不害死我 我们断步杀你 只要将你捆绑 交在非力士人手中 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 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 参孙到了利息 非力士人都迎着喧嚷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 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他借一块未干的驴腮骨 就伸手拾起来 用以击杀一千人 参孙说 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对 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 说完这话 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 那地便叫拉莫利息 参孙甚觉口渴 就求告耶和华说 你既借仆人的手 实行这么大的拯救 岂可让我渴死 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 神就使利息的蛙处裂开 有水从其中涌出来 参孙喝了 精神复原 因此那拳名叫尹哈格利 那拳直到今日还在利息 当非利式人挟制以色列人的时候 参孙做以色列的逝师二十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